狼界人都出現了 該不會是來回應那個什麼 回應之前在問那個 潛水庭啊 欸 分享一下 福袋文字投票 文字投票好了 來來來來 上線了嗎 還沒上線的記得趕緊叫你的親朋好友 該上線了 寶貝總好啊 我叫寶貝也是蠻特別的 總好啊 上線了沒 趕緊上線了 還沒上線的記得打電話叫他上線 親朋好友去按他家的門裡叫他上線 我好久沒開直播了 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自己先送 先測試一下其他東西 週好啊 咚咚咚好 咚咚咚 各位今天有上班嗎 補班日耶 難得 這時間點要補班 嗯 還要我考慮一下是不是明天再開會比較好 呵呵 週好啊 先生的朋友 最近有去球場看球嗎 我看一下啊 我測試一下 來來來 來來 有有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胖胖中午好 中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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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上線的朋友打上來中午好 今天有上班嗎 還是有 有什麼 有補課嗎 10天沒開滿多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想要聊什麼 有關棒球都可以打上來 好嗎好嗎 我的彭世彭中好 我準時上線了 時間到就會準時上線 榮中好啊 剛開台跟大家 先打個招呼嘛 先打個招呼嘛 待會來 好久沒有自我介紹 有需要自我介紹一下 讓我們讓大家更了解 了解我一下 最近最近有在找什麼 在找有關 棒球相關的 相關的什麼工作 真的我去看了一下 我之前沒有去找 我還真的不知道 原來這麼多 有關棒球行業相關的 現在各個那個什麼 各個球團其實他們也有在網路上 找相關的人員 像兄弟喔 兄弟我有去看到 他們找什麼 那個數據分析師 各位有興趣嗎 當個數據分析師 然後薪資開起來 我不知道那個算高 還是算普通 好像開4萬以上 上線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都有提到說 其實對這個東西 如果會留在這一台 基本上都會對棒球有興趣 其實我們在選擇工作上面 其實可以去找你有興趣的東西去做 尤其你們大 基本上回來 這一台都對棒球有興趣 剛好 最近去看 是看到什麼 是看到那個好聲音 我們台剛 台剛要 台剛要爭那個什麼 播報員喔 我是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當時候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 沒有很留意 然後後來 想說過年之後 我必須要去找工作 那時候就會開始 從好聲音開始找 找 看完之後 網路上去找那什麼 找那些有關其他球團 那我們現在有在爭 有關那什麼 棒球 棒球相關的一些職缺 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嗎 皮老闆 中好啊 開學了沒 大學生開學的時間 是不是跟 跟 中 國高中生不太一樣 中好 發發發 中好 來上次的朋友 記得我們燈牌點起來 愛心點起來 加LINE群的記得加起來 最新的影片 最新的棒球消息 最新的直播通知 都會在裡面 好嗎 陳大海中華 今天我看 蠻多人上線的 是不是今天大家都不用上班了 我看 三月 三月開始 就要回到職場上 已經兩年沒有在那個 工作職場工作了 最近 又有在想說 回去 去找一些有關 棒球相關的 其實之前 也有在直播間跟大家分享 其實你去做過了一些 實際上去做過的東西 其實你會更加的 有感覺 那包含了像上線之後 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 有關棒球的東西 好嗎 分享給你 這 君四張 你的名字是反過來 君四張 中好 感謝你的關注感恩 龍龍寶寶說 蘇俊宇隱退了 有有有 早上 是這一兩天看到的新聞吧 我有看到 27歲 之前是從 我一向那是 樂天出來的投手吧 可惜了一天 這個有機會我再 找時間把它整理一下 從去年到今年蠻多人隱退了 包含什麼 任意隱退 好像 好像也蠻多人的 多 好像那時候 統計出來 不包含 這個是誰啊 不包含蘇俊宇 好像有六個 不滿三十歲就 就隱退了 就離開 棒球這一個 這一個圈子 真的我對這塊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 待會去整理完之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對這些 職棒球員 欸 最近我有看到 有一本 是書裡面嗎 對對對 這本書 這本書 曼陀羅計畫表 各位有去買嗎 這個是 之前大谷祥品有分享他 九宮格 九宮格目標法 還記得嗎 以他高一時期寫的吧 那時候要挑戰 要挑戰八個 日本球場的第一指名 他用了九宮格目標法 然後那一本 剛剛看到那一本書是 那一個作 一個是 一個日本作家寫出來的 他就有提到 大谷祥品啊 甚至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案例在裡面 不同的案例 還蠻推薦大家去看的 他裡面就有提到 我應該是在這本 這本書看到的 我應該是在這本書看到 他就有提到說 其實在日本 選手 球員 對球員這些部分 他們不會只是 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 球場上 而是在 練球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會特別安排時間 可能去做其他 跟社會人能夠接軌的 因為他們把 棒球這一個環節 這個部分 就覺得說高中棒球只是一個 一個階段 他不會是永久 不會是 不會是全部的 所以他們在 學生時期就已經有安排著 有 就是有辦法讓他們自己自主在 球 不論你未來是不是要走球員這一塊 你都有辦法讓自己 在社會上能夠生存 我覺得這應該是 台灣棒球比較少 比較缺乏的 比較缺乏的 HGB中華 棒球 球隊不多 才會讓不到30歲離開直棒 應該 是這樣說的嗎 這個 如果你 這個怎麼講 這個 不是球 球隊 有限 人數有限本來就是 很正常 當然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會有更多競爭者 有沒有辦法爬到 往上爬那個 那個就 有時候很 運氣你覺得重要嗎 我覺得重要 但實際上 自己有沒有 夠 努力往上爬 這個也蠻重要的 所以 可能他們有一些 更多 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畢竟 沒有辦法持續在一軍比賽 甚至沒有辦法上到一軍 那其實 薪水是有差的 甚至他們 考量到更遠吧 有些 只是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是大多數 這些年輕出去的應該 都不是走 不是選擇走 走棒球這一塊吧 如果前陣子 新聞有報的時候 蠻多 有些去 開什麼 小吃的 之前我有看到一個 一個兄弟 退役 退出來的 也是沒 我也沒看過那一個 沒有看過那一個人的名字 是剛好 在新聞看到的 退役之後也是 也是去開有關 吃的方面 方面的東西 那其實聽起來 看起來不是他主要的興趣 是因為剛好 身旁的親戚有在做 所以他才選擇 去做那一塊 所以可惜了一點 不是覺得 有機會的話 畢竟走棒球 走這一條路走這麼久 他們通常 會打到職棒 通常都不是從國小 就是從國中 就開始打球 打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他們過去有很多經驗 是可以 分享的 可以分享的 甚至可以運用在他們 生活上 只是 有沒有去規劃 有沒有去想到這一塊 阿媽分享給你 龍寶寶23歲 李承琳就隱退了 李承琳喔 李承琳那個不一樣吧 李承琳是任意隱退 然後跑去 國外 國外打球 那之前如果 照新聞講 照新聞講 那講什麼 講他自己生活 生活的 什麼習性 好像沒有到 這麼理想 那時候被新聞報出來 辛勳 中華好 猜猜你是誰 你要給個 給個提示啊 明朗哥 走音中賢隊 好 讀起來 有人要報名的啊 有人要報名的 打加一好嗎 我們來做 我自己都不會打 我只能 只能出一張嘴 那出一張嘴可以嗎 你們 你們動手 老觀眾 老觀眾蠻多個人 老觀眾會打招呼的 哈囉 小卷中好 龍龍寶寶11月12強 我待會來分享12強 然後看一下 龍龍寶寶說 不是才剛起步 你說剛要起步 是指誰 你剛剛提到那個 李承琳嗎 還是其他 其他這些職棒球員 那些退 提前退役的球員 那其實我覺得 他們 每個人退役的原因 都不一樣 可能考量的東西 也不太 一樣吧 只是回過頭來 當 在台灣當球員 在台灣當球員 有沒有用更好的方式 在教育這些球員 不是在教育的過程當中 怎麼講 在教學啊 在青少棒那一時期 全部都專注在 專注在比賽當中要拿冠軍 卻忽略掉了 如果接下來 他 身上職棒 甚至 有打職棒 沒打職棒都好 他有沒有辦法 去思考說 他接下來要怎麼做 不是一直 不是一直依靠的教練 好吧 分享給你 中險沒打就贏退 哈哈哈哈 沒打就贏退 我還在這裡啦 好嗎 我想一下 剛剛提到什麼 小紅中好 中好 11月12強要開打了 昨天我有去看 各位12強也要去看 12強是 有 那時候有 會在台灣 有 B組的吧 B組會在台灣開打 那大巨蛋的機會很高 然後剛好昨天去看 紅中 最近真的蠻多紅中的影片 雖然說這影片已經很久了 4年前的 在麥卡貝那時候拍的 4年前拍的 紅中就有提到說 他那時候 還記得2019年 12強是紅中帶隊的嗎 他就有分享說 他帶隊的 那時候去打好像第五名 第五名收尾 Call Ray中好啊中好 改名字了 呵呵 怎麼過個年大家都要改名字 待會可以來聊一下名字 紅中就有提到說其實 他比較建議說 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 負擔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不建議現階段的 中職 教練 總教練去接這個位置 因為他認為說 有一點 吃力不討好 你打得好 人家會覺得是應該的 可能一個禮拜內的 就是在短暫的時間內 人家會 會為你鼓掌 但是 你只要 帶隊出去沒打好 哇 那個是 那不是一兩年的事情 那大概是一輩子的事情 好 就好像在2008年奧運一樣 好吧好吧 分享給你啊 登登 還有提示嗎 呵呵 龍龍爸爸嘟嘟應該是最後一年了 有啊 新聞 爆章 我好像有看到 他是提到是最後一年 來 高三的朋友 愛心幫我們點起來 感謝你的愛心 我們已經睽違 十天之後 再來開台 如果接下來 如果接 不是如果接下來 接下來要開始上班 應該只有禮拜六可以開台 好不好 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 有問題的都打上來 嘟嘟喔 今年應該有機會 有機會挑戰150勝嘛 最後兩勝 而且剛好我們胡大哥 欸 又遇到受傷的問題 春訓就遇到受傷 這個 這個該叫好 該算好 還是該算不好 因為畢竟上班季就整個報銷了 統一又要去找 新的 新的 其他投手來 地補上來 先發的空缺嘛 那基本上 三洋頭就 三洋頭會卡住 三個先發的位置 那至少還要再 找兩個先發投手 一個郭駿林會不會是其中一個人選 那都 欸還有嗎 有喵喵的 有喵喵的球迷嗎 喵喵哪一些比較 現階段能夠 欸 浮上台面的先發投手 昨天 不是昨天啦 去年到今年有一個 年輕投手 林紹恩嘛 一個左頭我還蠻有印象的 我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這麼早 就把他拉上來用 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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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有瘋狂多的最後一年 什麼話 會長 會長 有說 國慶 怎麼國慶 國慶都出現了 會長有關賽事 嘿 什麼話 我不太懂你的問題 來剛上線的愛心點起來 點到5K 來送寶箱給各位啦 啊有問題打開啦 不然 蠻多東西 我去稍微整理一下 哇 一整排的東西 剛剛有提到誰 啊那個改名字 改名字 改名字 今天又看到一個 欸昨天 昨天看到又有六人改名字 那個叫什麼 王玉璞喔 知道那個龍網 拳網 不叫龍網 拳網從 衛拳喔 原本是從統一轉到衛拳的嘛 然後那個王玉璞 王玉璞改什麼 王定穎喔 你們對 對姓名學有沒有 有沒有研究啊 我對這個還蠻 我還蠻好奇的 之前 我對這東西其實沒有特別的去了解 不過我看到 我有發現到說 其實球員喔 球員他們名字其實 都跟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名字 會長得不太一樣 尤其有一些特定的字 都會真的長得不太一樣 有人有研究的嗎 還是用哪一個 球員的姓名 他那個名字比較特別的 可以打上 我剛剛想了一下 古林瑞羊 他那個羊就蠻特別的 是火字旁的 跟人家不一樣 幾號開打 請問你有關賽事是什麼東西 哈囉文彥忠好啊 今年大事了嗎 升大事了嗎 大事就差不多快畢業了 來喔阿龍忠好忠好 來喔歡迎來到忠賢的直播間 從2006年看球一直看到現在 大概只有那個 06年 06年是國中時期 還有這幾年吧 從2002年到2004年 喔今年04年 大概2024年 不是2024年 2024年 這幾年看球比較認真一點 其他好像 就 花在BBO的時間比較多一點 好吧 分享給你已經大事了 哇今年要畢業了 恭喜你準備出社會了 出社會 有已經 準備好要去哪裡 哪裡報到了啊 我們的文彥哥 文彥哥 現在那個 你是做 居家的嗎 還是長照 我沒記錯的話 我現在應該工作機會還蠻多的 好啦 那我們看來 大家今年畢業都準備要去 投入社會啦 蠻好玩的 開始工作 你會發現到人生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喔長照 長照應該算現在是趨勢吧 中指3月1號 中指喔 你要問的是什麼 中指 中指官方 不是官方啦 對對對 中指的例行賽的話 例行賽開打3月底啊 3月底那時候衛拳吧 第一場是衛拳 去年的冠軍球隊 自己去選 選擇他們要對戰的球隊啦 基本上都是選 大多數都是選去年的亞軍 不過好像 我後來 最近有看到 影片好像有 提到說 是Lamico死起來 還是樂天死起來 他們好像某一年不是選 不是選亞軍欸 某一年他們選擇 對戰的 對戰的 球隊選擇的是兄弟 你要選擇 你要給去年的亞軍尊重 還是要給那個 讓票房開得更好看 那就選兄弟 分享給你 中指3月30開打 最近蠻多 最近已經開始 各隊已經開始春訓了嘛 各隊開始春訓了 現在基本上都是自辦熱身賽 這個時間點都是球隊的自辦熱身賽 然後 最近有看到 兄弟也有排他們的 是兄弟的嗎 對對對 兄弟 兄弟也有排他們春訓的自辦熱身賽 有安排跟台鋼喔 台鋼是其中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跟 韓國的吧 韓國派球隊的 然後嘉義士 嘉義士球場3月1號有 有比賽 有比賽 有信息的可以來看啦 有開放入場啦 然後我剛剛提到 我剛剛提到的兄弟 他的自辦熱身賽 自辦熱身賽 好像基本上很少在開放入場 都大多數都是 網路上了 阿媽分享分享 分享給你 文彥哥說 林鄉走了好像 好傷心 怎麼說呢 林鄉不是準備要到衛犬龍報到 對你來說應該沒差 你樂天跟衛犬都有支持 對你來說有差嗎 啦啦隊 真的是 我還是蠻驚訝的 居然 居然 樂天補了四個新人 然後走了兩個嘛 一個林鄉一個是誰 雨昕喔 呆了九年欸 呆了九年的時間離開了 應該人生有其他的規劃 不然其實 啦啦隊這一個行業 感覺還可以跳蠻久的 是可以跳蠻久 不過最重要還是看他人生 接下來要往哪裡去 林鄉變小 TINGBOY中好 中好 三月一日是你生日喔 好喔 三月一日剛好可以去球場 看有沒有球場幫你慶生一下 黃達英中好 中好 兄弟跟日本打的好像沒電視轉播 柯瑞你 不是柯瑞 阿魯阿魯你講的是哪一場 兄弟跟日本打 我現在印象當中 獨賣巨人嘛 獨賣巨人三月初的時候 會來 台北大巨蛋跟 樂天還有爪爪比賽 有人要去現場看球的嗎 咕咕咕咕咕咕 哈囉聽報的中好 林玉銘可以上大聯盟嗎 他不是有受邀 受邀大聯盟的春訓嗎 看表現吧 看球隊的需求吧 他是在哪一隊啊 翔尾蛇嗎 我只知道他在國外 但是我沒有特別去記他是哪一隊 有被叫上大聯盟春訓的都有機會留住啊 就算沒有留下來也沒關係 因為這種東西 應該說 大聯盟為什麼會這樣子設計 從什麼新人聯盟啊 低階1A高階1A2A3A 最後才到大聯盟 就是因為每一個 每一個層級他會有他應該去 去訓練的重點 如果以一個新人慢慢培養上來的話 我們不看那些有可能已經到大聯盟之後 可能受傷他 受傷的原因他可能降到3A 甚至在2A調整 那就另當別論 那對一些新的 新進來的投手 18歲20歲 剛進到美國體系的這些 比較新的投手 他就一層一層一層上來 他每一個階段他都會有 不同的重點去讓他訓練 這我之前有聽過人家分享 到3A的時候 就比較偏向整個自主 自主方面就比較強一點 那其他可能在1A 甚至到2A 他們會有他們主要要去 透過比賽 讓球員去了解到一些 可能戰術上 或是一些他們身體 如何去調整 那個有一點太細 我可能要再了解一下 才能跟你分享 好嗎 文彥說 蔣江喔 初代小龍女 喔喔喔喔 那個小龍女我有看到 那個我們好像有人分享 有人在LINE群分享 所以還沒加LINE群的 記得這裡 左上角 左上角 首頁連結點進去 就可以加LINE群了 好不好 加起來加起來 所以 啦啦隊 怎麼講 現在啦啦隊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 啦啦隊這個工作 你們怎麼去看待這個位置 位置的人 我覺得這比較 是每個人都想要走 往那個演藝圈那一塊發展 還是在這只是其中一個 增加曝光率的 欸 工作啊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 怎麼去想這一塊 那甚至要看 看這一些 這一些去 跳啦啦隊的人 因為有些人 你後來去看人家 在分享的時候 他們有大多 有一部分 其實對棒球原本沒有興趣 都是 欸有機會 就走進來 算是去嘗試吧 嘗試到最後 變成那個 變成自己變成球迷啦 呵呵 呵呵 我告訴你 我要去萱萱伴娘的店喝咖啡 他們的店有養貓 所以文燕你也有養貓的意思嗎 teamboy 張育成會回台嗎 過年前問到過年後 嘖 過年前問到過年後 張育成會回台 你覺得呢 呵呵呵 育成梗格啊 嘖 張育成喔 嗯嗯嗯嗯 我之前也有做影片嘛 他說 他不會回來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是比較不喜歡他回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那個 之前應該影片找得到吧 我有分享為什麼我不喜歡他回來 但是他會不會回來喔 那就要看 國外 國外有沒有好的機會吧 因為就照 去年 張育成他自己 他自己有在公開表態的部分 就是對有沒有 有沒有機會再上大聯盟啊 就是大有沒有大聯盟合約 甚至日子義軍的合約吧 有的話他基本上就留在國外 沒有的話那就不一定了 好吧 過年感冒沒關注喔 哇難得過年居然感冒 那身體應該好些了吧 隧道翻過去了 你開在高雄推薦喔 好啊文燕哥 開在高雄哪裡 呵呵 那是不是知道 那可以有沒有開在那個什麼 陳青虎父親 啊對對對對 台鋼明天嘛 明天國慶球場 有開放第三波春訓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去現場看一下我們的 新的台鋼 台鋼人啊 台鋼人 啊還有問題拍起來喔 就繼續分享 有看到的 國輝訪談 最近有 有去看國輝 那個頻道好像比較少 少 訂閱沒有到這麼高啊 但是剛好 是什麼 富邦的檸檬搭配 高 轉教練的國輝 喔那個 影片的流量相對在他們頻道裡面還算蠻高的 蠻高的 其實高國輝去年還記得 2023年他有短暫有一段時間 狀況特別好嗎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因為他有在影片裡面去提到說 在影片裡面去提到說 他為什麼那段時間 欸有辦法打得好 是因為前陣子 前陣子他在那一年喔 可能在去年給自己的期許算很高吧 但是當期許很高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辦法平常心去打球 那當他確定要退役之後 欸他有辦法平常心去打球的時候 其實表現就會好 所以這就圍過頭來 就為什麼有一些 有一些人打起球來會綁手綁腳 欸這真的在不同人 不同人 甚至在不同的階段 可能在一些比賽 欸明星賽不會啦 明星賽不會有這個壓力吧 在打什麼季後賽啊 總冠軍賽 甚至在打國際賽 會有不同的壓力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辦法平常心打球 那就很重要了 好吧 然後另外一個我想到的是 之前腿哥有分享過 因為他之前主要在二軍嘛 上一軍的機會很少 這個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當這些球員 有機會上一軍的時候 你覺得他會不會對每一個打席 都非常的看重 甚至很要求 那如果當你沒有辦法平常心的時候 其實 對這些二軍球員 因為他今天上場比賽 他不知道明天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再繼續上場比賽 所以他今天每一個打擊 他都有一點什麼講 會斤斤計較 所以在腿哥那時候也有分享 他明明在地 今天打得特別好 他覺得他明天喔 他覺得他明天還會再上場 教練本來就應該派我 我打得這麼好為什麼不派 結果隔天他沒有上 所以當原本不是一軍主力的選手 我可能就會有遇到這種 心理狀態怎麼去調整 這還蠻重要 那對於那些持續在一軍球場 球場上打球這些人 其實就比較不會有這些問題 就算今天沒有打得好 四之零五之零 那也沒關係 我知道 因為他知道明天 他還有機會去 因為今天 今天沒打好我去調整 明天再發了一個 就是他知道明天他還會上場 所以 心理狀態那一塊 差很多 分享給你啊 文彥說什麼 有安芝萱可以看嗎 去那個 陳青湖棒球場 應該 台剛今年主要的主場球隊也是在那裡 那其他球場 可能還會到哪裡去 有主場 好像 像台北大巨蛋 有的 有的話就 撇除掉現在其他五支球隊 他們本身主場的 球場應該都有機會當主場 像 像哪裡啊 嘉義士喔 嗯 台北大巨蛋 甚至花蓮 花東那邊 有機會也可以去看一遍 阿嬤阿嬤出境 棒齊的花掌 嘖嘖 光光啊 聽某也說什麼 陳偉英什麼時候要付出 請問你要 請問你是希望他付出在哪裡啊 你希望他付出在哪裡 過年期間有 有看到他的新聞啊 他好像有回來 回來有 參加一些活動吧 蠻多 蠻多球員好像 蠻多球員都會在休賽季的期間去 算指導嗎 指導那些小球員 大多數都是好像國小 基層 基層棒球那一塊吧 還蠻常看到的 球隊會安排 然後球員本身好像也會去 去做這一塊 旅外的旅外的球員都會回來 然後球隊的話 我是比較 有看到 像樂天 樂天有特別安排這一塊 有點像是 算什麼虛 那叫什麼 什麼巡迴列車嗎 那個名稱我忘記了 但他們會安排時間到 不同的地方 去針對這些小朋友 去分享一些 大球的一些經驗吧 嘖嘖 公公 聽某耶 陳偉英回歸旅外喔 現在已經38歲了 你要一個38歲 38歲的投手 要再找回他原本的身手 我覺得難度還蠻高 他現在回中職 都不一定有辦法投得很好 因為畢竟年紀就是擺在那裡 真的有辦法在這個年紀還投得好 那個屈子可數啦 屈子可數 只是 我們的楊代鋼 楊代鋼哥哥 回到日子了 回到日子二軍 看他有沒有辦法再靠自己的能力 回到日子二軍 他能夠再回去 那也是蠻神奇的 許橫甫中好 來上線的朋友愛心 幫我們點起來 把愛心點到爛掉好嗎 5K來送寶箱給各位 各位對姓名血沒有研究嗎 那我也是後來才了解 我有機會我 我有去統計的話 來了解一下 因為通常會 這些球員會改姓名是為什麼 通常都可能前面表現沒有這麼理想 甚至上一軍的機會沒有這麼多 或是什麼 運氣沒有這麼好 通常都大概都是這些原因 導致他們去改名字 接下來有機會我去調查一下 沒有 因為改名字之後有好表現 蠻多球員都會去改名字 如果有不好的表 狀況沒有這麼理想的話 好吧 分享給你 跟問題打起來 來總值得多一點 總值得多一點 好多東西 裁判 你們知道裁判也要春訓了嗎 有人知道嗎 有人追嗎 裁判也是要春訓的 這個我是在去年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去看腿哥的影片 他有一集 有一集就是拍裁判春訓的影片 裁判春訓要做些什麼 最主要我印象當中 他提到說他們的體能吧 其實裁判也是要超體能的 裁判沒有體能基本上他也沒有辦法在球場上站這麼久 一場比賽基本上兩個半小時三小時起跳他都要站在那裡 所以基本的體能還是需要的 然後他們新的就是春訓期間還會針對什麼 棒球規則去做熟悉吧 每一年都會做為一條 今年也不例外好不好 今年也有調整 尤其在投球時鐘那一塊吧 然後今年比較特別是 他們有導入運科的設備 他們可以從回放當中去看 去看他們判好球判決的狀況去做調整 去做調整 這個其實還蠻樂見的 樂見的 YANG中華好中華好 那觀眾這裡喔 這裡關注起來我們光明燈也點起來 要記得我們LINE群手藝連結點進去就看得到 然後你們有去報名那個活動嗎 今天下午打擾1點的活動 我不知道現在報名還來不來得及啊 因為我都有在 在那什麼限動或是在LINE群裡面分享 免費的咖啡居然沒有人要領 我也是不太懂大家 大家到底要的是什麼 YANG說 規則每年都會有變更 對啊其實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每年規則都在變 你們覺得好還是不好啊 我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好還是不好 因為之前 之前就有 學生喔 應該算同學 就是說 每年都覺得每年 規則一直變來變去 他會覺得很煩 零小換鐘啊 你們覺得呢 覺得好還是不好打上來 我覺得 你們覺得可以打上來 我覺得每年 每年一直在變其實是還蠻正常的 因為規則這個東西本來 本來就會因應當下的 當下的時空背景 當下的需求去慢慢的調整 那甚至 像走的比較前面的 像最主要啦 美國職棒那一塊 美國職棒他們已經 這幾年他們在規則 變動上面都很大的 很大幅度的調整 那基本上我們 他們 變動我們基本上都會 都會跟著他如何去調整 往那個方向走 因為很多東西 我覺得規則在變喔 有很大的一塊是來自於 如何 留下更多的球員 球迷啊 留下更多的球迷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 球員有沒有犯 是看球迷 球團有沒有錢賺 也是看球迷 所以 球隊當中 在這個 運動產業當中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那些球迷 沒有這些球迷 怎麼去支撐 支撐這些 這些開銷 所以 所以回過頭來 真的 球 那用這樣的角度去看 中子是不是 中子跟各個球隊的球團 需要很 很注重每一個 注重球迷們他們的想法跟心聲 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個真的 後來越想 好像真的好像也是 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 如何把比賽 像 近幾年 他們最主要都提到 比賽時間縮短 就是 讓 不要把 就是 怎麼講 把時間縮短的情況之下 讓比賽更加緊湊 因為 早期的棒球 就是時間 就會拉得很長 那拉得很長的情況之下 每一個 每一個國家在看球的那種氛圍 是不一樣 美國跟台灣看球的那種氛圍是不一樣 如果你們有聽過人家分享 美國就比較偏向什麼 偏向去那邊 喝喝喝酒 然後跟大家聊聊天 你說他們真的很專注在球場上嗎 好像就沒有 跟台灣來比起來就有差了 哈囉 顧允城 大家好 感謝你的紅包感恩 感恩 如果是接近大聯盟是 是最好 是好 唉 我只能說 這種規定 規則 其實 其實是 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覺得是需要時間慢慢的去調整 因為 畢竟 大聯盟 你說我們要去跟大聯盟比 大概還有很 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差距吧 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就一步一步來 不用 好像人家做什麼 我們就要馬上去跟上 而是你要先大多數 我的認知應該 大多數應該要從 俄軍開始走 你的規則應該要先 從俄軍 俄軍開始走說 這個規則放到中止的時候 到底適不適用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這樣 很多規則都直接搬到一軍 俄軍都沒有測試 一軍就開始使用 因為就我所知道 國外的 國外的做法 很像韓子啊 甚至像美子 他們都 我們講美子 美子他們都透過小聯盟 小聯盟的期間 去測試他們接下來 要改變的規則 先去測試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在 比賽過程當中去慢慢調整 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才會搬到 搬到大聯盟做使用 然後我看中止 好像都沒有這樣子做 是覺得 國外的那一套 然後模式已經差不多 直接搬到中止用就可以了 故隱成說 台灣已經一年比一年好了 對啊 規則在改 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覺得啦 規則這個東西 一定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有些人會希望 保守原本的方式就好 但有些人會希望比較 就是 跟著時代在進步 這個東西是需要調整 就好像 你職棒原點跟現在 職棒今年幾年 三十... 三十四還三十五了 呵呵 三十... 三十五了吧 二零二四 職棒三十五年 很多東西跟以前都已經不一樣 因為科技在進步啊 然後比賽規則方式都已經不太一樣 對三十五年 一九九零嘛 職棒原點一九九零 加... 加二十四就是職棒三十五 YES沒錯 感謝我們的隱城的分享啊 然後上次小朋友 追夢人中好中好 來各位把握時間喔 現在來到十二點二十八分 今天一樣開到 黃金一小時開到 一點鐘 所以規則喔 我本來之前 我還蠻... 也本來想要去了解 那個有關於... 重播輔助判決吧 因為中職這兩年 改動真的蠻大的 從去年去年下半季 那個改動真的是 我有一點傻眼耶 他直接從... 從原本... 他原本只有列出十幾個項目可以挑戰 直接翻過來 翻過來變什麼 列出幾個關鍵的項目不能挑戰 其他全部都開放挑戰 我是不知道國外的做法是不是這個樣子啊 但是... 在賽季當中直接做這麼大的調整 嗯... 該說我們的執行力好 還是...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講 一風中好中好 部長要去哪打 你希望他去哪裡打 還是希望他留在國外啊 美國職棒好不好 留在MLB跟... 回來台灣還是不一樣 有很大的差別 對他來說 薪資上可能在... 短期間看... 短期間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但是對他... 對他在打球的那種... 發揮我就覺得有很大的差別 阿嬤 YAYA YAN 中好中好 中好 然後上次的朋友愛心幫我們點起來 動動你的小手 愛心點起來 春訓階段 我剛剛提到裁判嘛 春訓階段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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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部長還算年輕 他應該留在美國打 關心部長是關心他的打擊率 為什麼關心他的打擊率 是因為他去年的打擊率沒有這麼理想嗎 如果你要這樣看也是可以啦 如果以去年...去年部長... 部長打擊率真的還蠻長的 薯妹中好中好 不過現在... 當有更多進階數據的時候 還蠻推薦大家去看那個 因為... 你說打擊率喔 打擊率重要嗎 重要啊 但是他不是唯一參考 球員參考的一個指數指標吧 現在很多... 很多基礎數據我覺得 參考...參考性質比較高一點 更多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看到進階數據 好嗎好嗎 不要常常打空氣 這也是他要去克服的一個問題吧 在打那個變化球的... 啊... 變化球的那個... 能力好像沒有到這麼理想 之前...求品們分享 俄宇文香總好啊 有點過俄宇文香嘛 大概裁判的部分嘛 然後... 啊... 還有人受傷了 我們的鄧凱威 在3A的... 巨人隊嘛 3A的投手居然受傷了 要修二到三週 所以今年... 今年我看到的受傷就這兩個吧 除了... 除了誰啊 我看一下商賓 就鄧凱威嘛 要修二到三週 左斜機拉傷修二到三週 胡志偉是手手手受傷 上半機報銷 欸...現在有喵喵的... 喵喵的同學嗎 喵喵的同學 今年... 統一有比較好的先發投手嗎 可以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最棒的也蠻有趣的 那個... 應該不是... 不是... 不是拿... 拿大股想品去跟... 跟... 跟... 你這樣子比 好像對... 對部長來說 他好像蠻吃力的 好不好 我們只... 怎麼... 如果... 應該說如果... 以部長的狀況我覺得 他跟他去年自己比 跟... 他今年跟去年的自己比就好了 好不好 跟你跟那個前面... 跟... 走在很前面 甚至... 大聯盟頂尖的選手 是可以朝著那方向走 但是... 如果你要這樣比較 那大概他也不想打 他應該也不會想要留在美國了吧 呵呵... 啊... 來... 幫幫正龍 昨天... 昨天有分享什麼 啊... 對對對 統一都... 我都忘記還有古靈這個投手 所以... 四號... 三... 前面三個先發是... 三個先發是羊頭 四號先發是古靈嘛 古靈穩定持局數 啊... 五... 五號先發是誰 郭俊麟嘛 剛報到的郭俊麟 還是我們嘟嘟有機會 上來 上半季多扛個幾場 說不定就扛出那兩勝了 他... 拿完那兩勝直接集中 直接那個退役有沒有 嘖嘖 噔噔噔 我... 人家講... 講喵喵的投手我都忘記有古靈這號任務 只是... 今年喔 感覺... 今年... 古靈... 古靈去年是不是有投... 投100局啊 古靈古靈 我幫你看一下 因為... 最近有看到他分享說 今年的目標... 目標是投滿120局吧 對他來說 先發投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吃... 局數要吃...吃得足夠啦 要吃得夠 好嗎...吃得夠...吃得夠... 是一個... 他覺得... 先發投手的一個指標數據喔 嘖嘖 嘖 指標數據我看一下喔 喔他去年... 投80局啦 80局整耶 喔... 今年要投到120局 然後看... 那就要看... 我們... 我們的... 餅種怎麼用他啦 畢竟... 怎麼用很重要 最重要還是不要受傷 嘖... 嘖... 追夢人喔 這樣說阿土伯可以關心喔 阿土伯... 喔阿土伯... 你講阿土伯 阿土伯好像最近給我看到他的新聞 他...他在... 他也待很久了耶 他好像是... 今年又簽了一張合約 合計他的... 合約薪資... 從他進到大聯盟到現階段 合約薪資好像突破5億美元 嘖... 阿土伯的... 他會不會阿土伯最近的那個... 印象是這個啊 哈囉 民進黨黨工 忠好忠好 嘖... 好難料喔 這個... 這個要怎麼講啊 追夢人有在看...看中指吧 這個就好像你要拿打擊率喔 你要拿打擊率 比較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打擊... 打擊... 率本來相對就比較高的 比較偏...偏向打擊型的 是耶 然後你拿去跟去年的全能打王 跟誰 跟吉利... 跟撈哥吉利吉撈比 那打擊率相對就一定會比較低 每一個... 應該說球員他們有... 本來就會有自己的... 打擊的特色吧 有一些比較偏安打型 有一些比較偏... 偏... 常打型的 那... 除非有...有哪一種... 也有哪一種比較全能型的 像...像誰啊... 林立吧 林立應該就算是比較全能型 能轟... 又能敲安打 阿嬤... 會想給你啦 150億台幣喔 呵呵... 非常驚人的數據 所以... 有興趣打... 欸... 線上還有同學有想要打職棒的嗎 呵呵呵... 有想要打職棒... 目標美國大聯盟的 有沒有... 來來來... 記得...記得先去買那個... 買這一本書啦 那個... 曼陀羅... 曼陀羅計畫表 就是... 我們大股想品之前有用過的 九宮葛目標法 好不好 讓你... 讓你... 透過那個... 目標... 透過那個... 方式就有辦法討論大聯盟 有沒有興趣啊 彭家放湯 總好... 總好... YAN... 像神威就是靠角城上蕾的 欸... 對啊... 就是每個... 每個球員他會有自己... 的... 特色 除非... 比較特別的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那種 原本是... 原本是安打型的 然後... 過了幾年之後 變成那種長打型的 來來來... 問一下... 剛好提到這個... 你們有... 你們印象當中哪一些球員是從... 原本是安打型的 然後... 前面幾年都是安打型 就... 身材比較偏... 偏... 偏... 偏瘦的... 因為安打型... 通常都要搭配著他... 本身有速度嘛 然後過幾年之後變成一個... 變成... 身體變壯了... 刻意去練壯 然後變長打型的 這個我馬上想到一個人 看一下看一下 喔 沒錯就是智豪 可愛胖中華 中華 可愛胖中華 好 3月1號有要去... 嘉義釋放球場 看那個... SSG的... 比賽嗎? 對啊 我想到也是張智豪 這真的好像... 我沒有特別去記啦 好像智豪算是一個... 滿... 指標性的人物吧 從哪一種安打... 三壘安打王啊 三壘安打王 變成一個... 長打型的... 長打型的... 打者... 阿... 追夢了 我在回應你剛剛那個問題 其實... 智豪的... 打擊率也不高 應該說... 如果簡單講去... 去年... 去年... 排名前幾的... 那打擊率其實都不高 好像兩成五兩成六... 兩成五兩成六... 那附近在徘徊啦 智豪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 他實際上... 我也是在聽那個什麼... 野球革命 來... 手有空的幫我打上來 野球革命 他有在... 數據裡面去提到說... 其實... 他那時候在討論那個... 揮空率喔 好像... 提到揮空率的部分 智豪的揮空率其實... 也算滿高的 但是他整體換算下來的 可能用... 比較... 基礎的... OPS Plus下去換算 其實他... OPS Plus還是很高的 所以... 打擊率... 不能說完全... 完全是... 看一個... 打者到底... 能力到底好或不好 所以今天... 你說一個... 你說一個... 開路先鋒 他的打擊率不到三成 但是他... 上壘率卻可以超過四成 那你覺得他好還是不好 因為每一個... 如果用比較傳統的方... 傳統看球的方式 開路先鋒就是... 他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任務... 就是上壘嘛 所以... 打... 上壘率可能相對比 他的打擊率還要更加重要 那只是... 每一個開路先鋒的... 打擊習性會不太一樣 就像早期喔... 早期像誰... 花花張正偉喔... 他的... 上壘率... 他的上壘率... 基本上都是靠他自己打出來的 他就那種比較... 我看... 他的打擊範圍就真的很大 就比較... 比較沒有偏... 就... 有一些是比較偏向... 什麼球都要打 有一些就比較偏向... 他就比較偏向選球型 好啦分享給你 感謝我們的可愛伴送的愛我 感恩感恩 統一在日本喔 3月17也有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還不在... 還在不在... 還在不在... 嘉義 說不定就要回台南 小黑中華中華 下午要嘉義先棒球場看熱天春訓喔 好喔... 有機會... 可愛胖有在我們的... 群組嘛 有在我們的LINE群嘛 還沒加起來記得加起來喔 有一些棒球消息資訊 影片都可以在裡面分享好嗎 大碗乾麵中華喔 中華吃了沒喔 大碗乾麵推薦給你 來來來 還有問題打起來喔 不然我們來分享一下 台北大巨蛋的票價 這是... 我在這幾天看到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東西耶 衛權接下來也會在... 那個大巨蛋辦比賽嘛 今年... 今年會在大巨蛋辦比賽 他辦... 他的票價是要參考什麼 參考像是... 去年嘛 去年國際賽有在... 有在台灣... 有在大巨蛋辦比賽嘛 就有一些... 還有一些像國際... 國際巨蛋的... 國際巨蛋的票價 他也拿進去參考 參考很多不同層面 不同賽事 所在巨蛋辦... 辦比賽的票價下去... 下去做整合 待會來分享一下 我先分享完再回應你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有趣 他剛好... 剛好這個新聞下面就提到了 東京巨蛋 東京巨蛋是... 獨賣巨人... 獨賣巨人的主場 我看看喔 等我一下 真的... 我還第一次看到有人這樣子去... 這樣子在... 在賣票的耶 你們有看過這種賣票方式嗎 他... 他的東京巨蛋的對手 是板神虎喔 板神虎的... 板神虎的價格是A價格喔 然後... 不是板神虎的比賽是B價格 有看過這種嗎 就是... 熱門球... 他把那個... 板神虎... 就是視作熱門球隊啊 就我現在認知... 就我現在知道的... 日本... 日本最多球迷牢好像是板神虎嘛 所以在板神虎以外的... 球隊... 球隊來... 東京巨蛋打... 打比賽的時候 那個票價大概每一張會少... 500... 200到500吧 然後像什麼... 板神虎... 如果... 板神虎在東京巨蛋打的話 內野指定洗7300日元喔 那如果不是板神虎的... 就變6800... 差了500日元 然後最便宜的票是... 如果對板神虎的話是2000了喔 最...最便宜的喔 如果... 如果不是板神虎的話就是2000元喔 我不知道... 國外有沒有這樣子的做法 還是你們有看過... 有看過這樣子在賣票的... 例行賽喔 不是說... 不是說什麼... 什麼像明星賽啊 說... 季後賽甚至總冠軍賽 這個... 票價會比較高一點 這是正常的 但例行賽能夠這樣賣... 我是第一次看到啦 你們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他另外一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小學跟高中生喔 國高中生... 票價都是1000塊 就是... 在什麼... 培養在地球迷嘛 還是培養更多... 未來... 未來... 能夠培養成球... 這一些人... 一律1000塊的日幣 然後可以什麼... 指定在內野... 內野最好的位置 好嗎 我想給你喔 哈囉... 一批人... 沒什麼... 中好...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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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不快走走 誰給我關注起來 然後這裡喔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什麼 光明燈已經來到110個了 還差一個 我們就可以1112 追夢人說什麼 總之台灣區的職棒打擊技巧 要再強化 不然旅美美國... 旅外美國大聯盟打一下下就下 就下來了 感謝笑齡的愛我 感恩 各位記得去關注我們的笑齡大主播 每天晚上七點準時上線 跟你聊如何實現大夢想 好嗎 有想要實現大夢想的 記得去關注我們 SiaLin 走吧 還有他的影片 有講了很多東西 歡迎你們去看一下 啊 追夢了你這個問題 非常好 我只能說 這個東西在每一個 啊 怎麼講 你的問題我都要想一下怎麼回答你 因為你說美國大聯盟 他們也都是慢慢調整上去的 每一個階段 你要去做的你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你今天一個新的球 你今天一個年輕的球員到小聯盟的時候 你也是一階一階慢慢爬的 你每一個時期 你所需要去強化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到大聯盟沒辦法適應 那個 你說在台灣這一塊當然會有影響 但更多 你去看其他國外的球員吧 像可能像從日子過去的林木伊朗 甚至像是 像是誰 大谷香品 就這些打者 他們到美國的時候 他們也會去微調他們的打擊姿勢 雖然他們本身在 他們日本就已經打得很好 但是到那個地方 其實還是要去調整 所以這個東西不會 因為你有個好的基礎 當然是沒錯 但到那裡之後 我覺得美式跟台式 我們現在要講台式嗎 那個打擊的教育方式 甚至是方向 可能又不太一樣 好嗎 分享給你 這個我要想一下你的問題要怎麼回答你 真的是蠻特別的 看到阿魯說24號中信園群有活動 各位有信記者可以去參加啦 春訓期間 柏先生對布里漢沒有續冤有什麼看法 你是要問看法還是影響 如果影響的話 我覺得對衛權來說應該蠻傷的吧 因為畢竟去年 我猜一下啊 去年 布里漢在 不論在例行賽 或是在季後賽 對 不論在例行賽 又或是在季後賽 總冠軍賽 對衛權來說是很重要的存在嗎 那成績就是擺在那裡 所以你說有沒有影響 大大影響很大 所以這種之前都 都會常說 常說那個 羊頭 羊頭對 中子球隊的影響力 那有沒有回來 現在好像還在談啦 如果本人比較傾向 傾向 傾向 留在 留在國外嘛 留在國外陪他們的家人 好像 蠻多球員 退下來 有一部分都是 這方面的考量 我不知道你們有看到誰 看到誰 好像是有這些 這些 感謝我們的影城的紅包 感恩感恩 還有感謝我們秀琳的玫瑰花 感恩感恩 我敢講到 去哪轉 破啊 沒有續約喔 只能說 每個球員 考量的東西是 不一樣的吧 我只能這樣講 龍龍寶寶說什麼 今年總冠軍賽預測 衛權對台鋼 你這麼看好台鋼的嗎 也是可以啦 如果台鋼有辦法進到總冠軍賽 那 今年其他球隊應該 會被罵得很慘吧 大龍 日大 日大龍鷹巨蛋 那個是在哪裡啊 這個我就不知道 我沒聽過這個巨蛋 因為當巨蛋出來 當台北大巨蛋出來之後 我比較常看到的是什麼 高齒巨蛋 就是 韓國那顆巨蛋被罵得很慘的那顆巨蛋 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因為 當 這些被罵得很慘的 為什麼被罵得很慘 因為他能夠容納人數沒這麼多 而且整個 呈現出來的 不太像職業球員在用的一個場地 因為 說實在 他當初設計也不是給職業球員 球員在用的 然後是因為後來好像有這個需求 然後又把他 把他往那個方向改 所以 呵呵 怎麼講 有點似不像的感覺 YANG跟台灣早期兄弟 向對決統一師的時候一樣 不知道講到哪 我剛剛講到哪裡去了 現在拉回來看 我不知道剛剛講到哪裡去 好 感謝我們可愛棒的分享 感恩 打擊要細心用心打 用心打 要不要把心 把心掏出來 呵呵呵 那個 那個太細節了 我只能跟你 我只能跟你講 講大方向 打擊到底要怎麼打 可能要去請教一下 那些打擊高手 像已經推一下 我們現在 當風總的風歌 或是 現在回到二軍去 執教的洽歌 好不好 可以去問一下這些 頂尖打者 他們在球員 他們在球場上是在想些什麼 尤其在心理層面那一塊 我覺得那一塊是更多 球員需要去學習的 因為如果你有聽過 職業球員 職棒球員在分享 他們覺得 他們都會認為 他們大多數會回答出來的答案 大多數都相同 都會說 其實他們認為說 其實到職棒這個完成級的時候 技術差不了太多 比較重要是在於心理 心理面那一塊是怎麼樣在想 這真的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反倒覺得像這種 像風哥 像恰哥 他們身上就有很多 很多寶可以挖 尤其在心理素質 心理抗壓性那一塊 難能可貴 昨天有聽到那個 國際賽 為什麼有一些球員 去打國際賽的時候打不好 那當然短期賽是很多 很多原因造成他表現好或不好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點 就是我們台灣在面對這些 陌生投手的適應能力 可能相對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就相對比較吃虧一點 用我們用什麼 我們用整個 整個球 國家的球隊數量下去衡量 大概就知道 台灣現在最多6隊 韓國幾隊10隊 然後日本有12隊 美國30隊 所以他們會更頻繁的 去跟不同的投手在對決的時候 那相對會在平常的比賽當中 去培養出他如何去快速調整 對面對陌生投手 能夠去更快的適應 但是對台灣來說這一塊 可能先天上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弱 比較有劣勢啦 所以這對現在在旅外的那些台灣選手 我覺得至少他們回來打國際賽的時候 至少有有這樣子的 跟中子選手不一樣的經驗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我的想法啦 分享給你 阿魯有 喔這麼好喔 有跑去拿到簽名旗喔 我看一下喔 柏軒說什麼 可是剛榮跟布里漢的戰績不太一樣 戰績不一樣是正常的 剛榮 剛榮是局數吃得多 滲頭也多嘛 那時候布里漢 我剛說要看布里漢看到哪裡去 布里漢記得他防衛率還蠻低的 防衛率跟被上累的率都很低啊 對啊 吃了局數也吃了129局 所以布里漢我覺得去年 去年對衛權的影響很大 而且 現階段喔 好的羊頭啦 如果是新的羊頭好的 好的羊頭 好的 新來的好的羊頭 可能還會面臨 即中被韓國挖角的風險 所以 對這些比較 原本有投出成績的 羊頭 有辦法留下來的話 對球隊來說會比較有幫助吧 就像剛榮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啦 然後回鍋的誰 回鍋 統一回鍋的聖騎士 還有那個克維斯 不是轉隊 克維斯轉去哪一隊啊 克維斯轉去 轉去富邦啊 他改個名字喔 改了 改了名字 我想說 為什麼新聞裡面一直看到這個名字 但是他說是從喵喵出去的 我想說喵喵去年就沒有這個投手 結果他新聞他已經把他 用他改完的名字下去 下去寫在新聞裡面 那到底誰看得懂 呵呵 感謝我們的顧影城的紅包 感恩感恩 褲子脫下的打擊是怎樣 哈哈 龍龍寶寶 欸 我們現在問一下博瑄 感覺簽下艾普樂沒比較好 怎麼說呢你覺得呢 艾普樂我覺得 我還蠻好奇 為什麼那個富邦沒把他簽下來的 呵呵 為什麼富邦沒把他簽下來 我還蠻好奇的 台剛很強 嗯 你要看跟哪一支球隊比啦 台剛當然你現階段看起來 好像補了蠻多 能把補了蠻 從去年到今年補了蠻多 一軍能夠使用的球員 但是 整支球隊還是偏年輕 今年我是不太 怎麼講 不是說不看好 而是說他們設定的目標到底在哪裡 如果大多數應該都說總冠軍啦 只是目標決定策略 當你設定 當你目標設定總冠軍的時候 會出現什麼狀況 出現有一些比分接近的情況之下 總教練可能就會選擇 總教練在換人的嗎 現在好像 如果以我現在對教練的認知 現在總教練好像不會去參與 就是不會去直接在比賽當中參與這一個 而是首席教練去做這一些調度吧 甚至 投手教練決定要不要換人 所以 噢 噢對對我差一點完全不講到哪裡 就是換人的部分 欸 比賽接近的情況之下 勝負又對你來說這麼重要 那你覺得會不會 那些勝利族的牛棚 上場的頻率就會非常的高 那對其他年輕的投手 上場的機率就相對會低很多 我個人覺得啦 對一支新的球隊第一年來說 這樣沒有 這樣並不會比較好 因為當你這樣子 這樣子在打的時候 那其實對投手來說 投手就是消耗品 他的手臂就是消耗品 你短期 你在一個賽季 有點超過頭的情況之下 明年 欸各位 是需要還債的 有些要嘛受傷 有些要嘛疲勞的問題也會出現 好嗎 我想給你 我想給你啊 簽下我比較好 要簽我嗎 簽我 簽我去出張嘴嗎 也是可以的 好嗎 我們可愛胖要簽我嘛 請問有哪一隊要簽啊 台康 是台康嗎 還是 衛拳 爪爪 中南部可能比較近一點 我覺得北部喔 北部那個 生活開銷比較高一點 呵呵呵 柏軒喔 艾普勒是問天 我們每每每一個 羊頭去到那個 去到富邦都要問天是不是 肯特才是問天主組長吧 肯特去年好像只有 只有一對投的不好 那時候剛好有去看 因為肯特去年成績真的是很特別 剛好遇到那個什麼 剛好在富邦嘛 富邦戰績就沒有這麼理想 所以他相對他的敗投 敗投的數量比 比聖頭還要多 他其實他沒有投的很差 就 羊將來講他應該也算是及格的 算是及格的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那個叫什麼 肯特喔 肯特在哪裡啊 今年富邦已經三個歌字背了 歌字背 歌字背 肯特 肯特在這裡 記得去年 去年 生涯累計 去年喔 去年他只有統一投的比較不好 其他球隊其實還好 尤其他投位拳投的最好 投三場 防禦率只有1.71 然後其他球隊 樂天應該是後面 後面比賽被 有兩場被打爆吧 防禦率又升上去不然其實 我記得之前在看的時候 他只有對統一的壓制力比較不好 其他都還好 不會啦 柏萱 有時候我覺得勝敗這個東西 勝敗 看起來很直觀 看起來是直觀的去看到他說他對球隊的影響 但是你要有時候要去看到更詳細的數據 對他來說會比較公平一點 有時候你表現不好 有時候你明明這場比賽投得很好 你可能七局11分 結果對方投手投得比你更好 哪一場屯敗投了 對不對 所以這種東西回過頭來 投手會有其他更多進階數據可以去看 像一些什麼ERA PLUS 甚至一些ERA PLUS算是比較基 相對比較基礎的東西 大家看都看得懂 好嗎 分享給你啦 分享給你 公公公公 今年台岡能進季後賽就很厲害了 切實啦 北港出現康隆 這個價格的鋼龍鋼龍 嗯 統一很會吃酥許素 很會吃酥許素 有嗎 你確定嗎 我有看錯嗎 柏玄 肯特 肯特 肯特對 對統一 吃的局數不多 私分倒是蠻多的 我們可愛胖預測了 台綱 大家都這麼看好台綱喔 真的假的 曾駒月真的沒有去旅外嗎 有吧 有應該有想 東駒哥 中駒阿中駒阿東駒哥 這個時間點上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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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你應該今天有上班喔 呵呵呵 曾駒月有要去旅外 有阿 只是今年 今年沒有要出去了吧 今年出不去了 看他留下來這幾年 有沒有辦法再把他的一些 比較不足的地方 調整好 調整好 明年接下來是有機會 畢竟他還年輕嘛 年輕 年輕就是有本錢 好吧 只要 只要 只要表現得夠好 都是有機會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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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中駒阿 要出去先練練 要出去先練練 是什麼意思 現在中駒練完再出去 要出去練 出去練喔 你要出去 你要有那個 你要有那個 你要有那個實力 甚至人家是看得到你未來 有更好的發揮空間 人家才會想要前練 不然 欸各位 撇除掉美直那一塊 在日本直棒跟韓國直棒 你說現在中駒的要過去 他們過去就佔一個洋將的名額 所以 代表著什麼 你現在 你現在中駒出 不論到日子 或是到韓子 這些球隊 他的競爭 對手不是 當地的球員 而是 其他地方 去到他們當地更好的那些洋將 那 那個又更 那又更難 你是中駒嗎 我是中駒嗎 我 你說中駒的嗎 中駒 對對對 其實你這樣講我會看不太懂 你講什麼 我們這一台主要要聊中駒的多一點 好嗎 中駒的多一點 其他可能 會聊到的就旅外球員吧 旅外球員啊 旅外球員會聊一下 如果我知道 我會跟你講 我不知道了 也沒關係 那個 先上輩也會跟你講 感謝我們的 以傳的紅包 感恩 感謝你的紅包 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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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相約問的欸 現場直播 這個可以直播嗎 春訓 春訓比賽 啊 最近有看到一個什麼 春訓3.0 那篇文章外面去看 在 運動世界吧 他最主要在說 好像職棒初期 然後去參考一些 職棒初期到現在 今年 統一有辦 統一有在春訓期間 去辦了一些活動吧 這其實國外 國外好像已經 已經 好 很多很長時間 都有這樣做 所以未來的商機 感覺明年 應該各隊都會朝著方 方面去做 那球員跟球迷之間 有更多互動 而且帶動那什麼 帶動整個消費啦 商機 商機 陳孝全 忠豪 忠豪 看一下 我要用手機 看我差一點去滑我的滑鼠 呵呵呵 羅昂布雷克 我只能說 這一些 這一些 這一些球 啊剛剛前面有人 提到一個說 說錢是誰啊 我看一下 我剛忘記了 我忘記了 不過我要分享的是說 對於之前有人分享過 其實台灣喔 台灣其實還蠻喜歡簽這一些 過去有在中華職棒 投過球的羊頭 因為他 他們比較 他就知道這些 投手他們實際上的 能力在哪裡 就熟悉度比較高啦 不然其他你說 找其他新的羊頭來 也是可以啊 有 就有一點像在開福袋一樣 有些 有些成績很好 但來這裡沒辦法投出成績 那你就要 又要花時間去換了 所以那時候有人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他們會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 過去曾經有在中華職的羊頭 所以就為什麼 之前 今年 是哪一隊 是富邦嗎 還是誰啊 還是樂天啊 有把一個先前 2020年跟21年的一個羊頭 再簽回來 看不到了 好嗎 富邦在幹春訓基地喔 真的假的嗎 在蓋在哪裡啊 幫威嘛 對對對幫威幫威 我忘記名字都想不起來 對啊所以 這也大概可以說明了 為什麼他們喜歡這些 出去之後 出去之後 對這些投手他們本身的 狀況比較了解 了解的 薄軒忠職喔 為什麼要簽查普曼呢 看有沒有 羊炮 感覺羊炮來 對忠職的影響力比較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影響力啊 就是看球 我覺得看球會比較 有趣一點吧 比起 比起羊頭來說 不然現在每一隊馬都羊頭 呵呵呵 人家台鋼都已經在弄了 喔 真的假的 台鋼 台鋼要蓋在哪裡啊 先把他們的 那個 陳青虎球場弄好 現在好像已經 已經有在 有在處理了 陳青虎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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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職為啥不把福來喜牽回來 那你覺得呢博軒 現在的朋友你們覺得為什麼 忠職兄弟不把福來喜牽回來呢 可以打上來 我們來分享一下 剛剛分享完了 樂天啦啦隊 呵 有分享到這個嗎 補了四個人 我也是蠻驚訝的 裡面看到一個 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 有人會因為 那什麼 啦啦隊 啦啦隊換隊 然後你就換支持球隊了 那你又真的 真的是因為啦啦隊來看球隊 呵呵 我發現為什麼 好多啦啦隊都是從那個 統一出來啊 都統統一出走的 之前我有看過 在IG有人分享 從2013年吧 那一年 十幾個啦啦隊 超過一半 全部都是從統一 去到其他球隊 還蠻特別的 阿沒有想法 福來為什麼 不把福來喜牽回來 嗯 嗯 就 簡單講就 對他們現階段 兄弟的 兄弟的 投手陣容 他們更 更傾向羊頭吧 呵呵 簡單講就是這個樣子 阿 不然為什麼他們 他們去年 去年選擇 去年選擇 放掉 福來喜 不使用福來喜 而選擇其他的 其他的羊頭來投 就是現在可能 應該說大多數 大多數的時間 羊頭 羊頭 羊頭的 實用性的 嗯 價值會更高吧 我想法 混想給你啊 因為阿福喔 阿福剛來的時候 真的對 宗旨 宗旨那些 在 台灣的本土選手 本土投手 在兄弟的那些投手 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 但後來有人說 為什麼影響沒有到這麼 沒有 沒有到這麼大的部分 可能 是不是配球開始被抓到 或是其他原因 那個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 只是阿福相對可惜一點 如果阿福 以他引導能力 以他捕手 在手背端的能力 我覺得很好 就是已經 已經在終止 找不到這麼好的 那如果他能夠 搭配他的打擊能力 打擊有 能夠有一定的發揮 我覺得 兄弟會 想要把他留下來的機會 應該還蠻高的 不過現在 應該沒牽回來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等他未來 未來看是不是有機會 轉戰教練的時候 把他牽回來 那個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的 他身上蠻多 蠻多寶可以挖的 蠻多寶可以挖的 好嗎 尤其在引導 引導投手 甚至 讓那些捕手 就 算什麼 傳遞他的經驗吧 我覺得那塊還蠻重要 因為有些東西是 就是 就好像你今天沒有去大聯盟打過 你不知道 在那種環境之下 打球的那種氛圍 你如何去面對 不同的打者 面對投手 是怎樣去溝通 怎樣去配球的 那個 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 你沒有去經歷過 你是沒有辦法講出那些 精華的好嗎 東茂哥什麼 春訓基地目前在橋頭那邊 高院科大本身就有棒球場與球隊 改名台鋼科大 真的假的啊 台鋼科大 直接冠名喔 這樣也是可以啊 來各位來到1點3分了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我們差不多要去 待會要去上課了 然後統一 還沒關 還沒加了一群在這裡 左上角加起來 加起來 最新的影片 最新的直播通知 還有最新的棒球CLC 都會分享給各位 好不好 都會在LINE群裡面看到 然後像待會 待會的 1點開始的那個活動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報名 有送免費的咖啡 還有送一些 送一些學習的資訊 我都分享在 我都分享在LINE群啦 有興趣的記得加起來 直接改名台鋼喔 好 感謝我們東茂哥分享 然後明天台鋼春訓 所以在國慶球場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好嗎 然後最後一個 我覺得應該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 台 統一組場 統一組場 今年 那時候好像原本沒有排 排台北大巨蛋 然後前幾天的新聞有提到 有沒有 有去申請了 最快下半季吧 下半季他們才會排 如果有通過的話 下半季才會排 大巨蛋的比賽 統一啦 統一的部分 然後亞太棒球場 應該是蠻多人期待的 一個新球場 先前的 先前的完工資訊好像是提到 八月到九月吧 八月到九月這期間 不過他們 統一已經對外公布了 最快安排比賽也要到明年了 所以 期待 明年有亞太棒球場 好不好 新的球場 所以今年 今年已經知道今年明星賽會辦在 大巨蛋 然後明年的明星賽會辦在 辦在亞太棒球場 剛好配合新球場成立 然後去沖一下冷氣 好嗎 小楊中華 中華3.0都好 高文的 我們講的差不多了 講的差不多了 5分2 5分2 然後3 欸 接下來3月喔 3月可能接下來 要開台的時間 你們再看一下吧 開台的訊息我都會放在LINE群啦 或是 有一些限動啊 八月或是在那什麼 Toto的 首頁都看得到好不好 如果真的 欸 不是說真的啊 一定要 接下來開始 上班之後 應該 時間就 我現在是想要定在禮拜六中午啦 就這個俗間點 再上線跟大家聊聊天 好吧 到時候 反正現在走的應該是跟棒球有相關的 因為我發現 就真的去做過之後會有 不同的收穫 就好像單純 單純就只是去球場看球 你在 螢幕上看球 跟你去球場裡面看球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就好像你今天去 有去 有看 有看 有應該大多數都有在看國師的影片吧 國師的影片 你看國師在分享 大聯盟的那些 大聯盟球場的東西 跟你實際上 自己到 美國大聯盟去看球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 到時候再分享 上線直播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東西 看來大家沒有問什麼問題 感謝今天要是上線的朋友 然後記得我們首頁連結 LINE群加起來 加起來 我們明天 明天沒有要開 下禮拜 沒意外禮拜三會開台 好嗎如果有任何問題 LINE群打起來 反正我們 直播的 直播的內容 大多數都是近期 中指有哪些消息 或是大家有在 大家有在 大家有在LINE群討論的 或是有一些影片 因為現在大多數我都是從直播 直播當中去把影片剪出來 這相對怎麼講 比較省我的時間吧 只是也看得出來那個 流量沒有到這麼理想 所以這個也會慢慢調整 看怎麼去抓出那個 時機點能 時間點能 然後去產出更多 有更好的產能 好嗎 感謝今天要上線的朋友 我們準備下波羅拉雞的去吃飯 好嗎 感謝感謝我們準備下波羅 拜拜 拜拜 拜拜